VUK今日为何大涨 澳联储主席又放出了哪些消息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ldMarkets盘后解析 Gold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2月3号 星期三 我是Eric ASS指数周三 收盘上涨了62点 收于6824点 涨幅达到了0.92% 创下了100日新高 今天领涨的是Virgin Money 股票代码是VUK 今天上涨了14.634 价格收在了2.82 他们昨天公布的财报 是显示用户存款量有较大的提升 而今天又发布了公报 披露了管理层真实的一个消息 这些利好也就支撑了VUK的上涨 今天CAS的走势也不错 上涨了6.25% 价格来到了21.25 他们的基本面也是很不错的 PE值40.1 每股收益在0.486 今天跌幅最大的是NST 金矿股最近都比较惨淡 今天NST遭到了大单抛售 交易量是平时的4倍有余 价格下跌了4.21% 收跌在了12.51% 贵金属方面 今天黄金是有小幅回升的 从1832左右的价格回到了1840左右 白银也有小幅的上涨 总26.26左右的价格回升到了27.1 现在又回调到了26.96附近 比特币方面有小幅的上涨 从35000附近的价格上涨到了36500左右 坊间传闻是说Elon Musk也有持有部分的比特币 不知道真假 大家就能听个故事 财经数据方面 今晚是欧洲地区的法国 德国 英国 以及整个欧元区1月PMI中值的公布 除此之外 欧元区1月CPI以及12月PPI也将公布 美国当地时间周三则会公布 ADP就业人数以及1月29号当周的EIA原油库存 即上回原油库存暴跌之后 这次应该是会回到正常值了 今天澳联储主席洛威又发布了讲话 大概是提到了几点 首先是说货币政策的支持会持续到失业率下降 薪资上涨 而目前薪资上涨缓慢则是受到了结构性的拖累 其次也提到了当前一个资产价格上涨的问题 并且表示对此并不会感到担忧 因此对于市场的支持暂时应该是不会削减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